大概是上帝太忙了,把我忘记了,这是我国语言学家周有光老先生说过的一句话,为什么要这样说呢?因为他的长寿让太多人震惊了,一直活到112岁才安然离世,112岁是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? 反正,从我国现在的人均数数来看,他实在高出太多了,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叹,不敢想象,确实,周有光老先生出生于1906年,一辈子历经了几个时代,经历了太多重要时间,一些只出现在历史书中的词组,周老先生都赶上了,而且亲身经历了,可是,有人不借了。 周有光老先生有什么长寿秘诀吗?他为什么能活出112岁的高龄呢?说起来可能你不相信,他曾说自己没有长寿秘诀,非要总结的话,也只有两个。 首先,乐天之命,这是周老先生智慧的人生总结。说实话,能够活出100多岁的高龄对他自己也是个挑战,毕竟他从小到大也没比别人更有优势的地方。 据说,周有光老先生自身还是个不偿命的主儿,这是当时哪个时代所给出的结论。 老先生出生于江苏省的长州市,从小便多苦多难,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,周老先生家被一把火烧了个光。 看着无家无业,走投无路的现实,老先生的曾爷爷悲痛不已,直接跳水自杀了。 可以想见,周老先生在这样贫困的生活状态下,体质非常一般,年纪轻轻变得了肺结核,这在当时是没办法治愈的恶病,全家人忧心不已。 事实上,周老先生对自己的前途也失去了希望,他感觉自己真的是个短命之人。 原来,当年他还小的时候,算命先生便说过,你活不过三十五岁,是个不长命的人。 试想想,有这样预言的人生还能不让人失望吗? 可周老先生后来想明白了,既然注定不能长寿,那就好好过每一天吧。 没想到,拥有了这种心态的周有光竟然变得强大起来,不但人乐观了,而且预事也平忽了。 在他后来经历多次人生打击的时候,却在没有将其推向绝境的感受。 1941年,周有光的女儿生病发烧,可是,家里的条件,以及当时的医疗条件,都没办法改变病情。 他只能坐在女儿身边,眼睁睁地看着女儿最终离开。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痛,恐怕不经历永远也不知道。 这是抗战时期特定的条件所决定的人生现实。 周有光默默地接受了她,并为女儿写下了几分的哀片。 摸一摸,这泥土还有微微一些温暖。 听一听,这里面像有轻轻一声身影。 1958年,当时在北京语言文字研究机构工作的周有光被安排到名下。 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,最终被分去管理白菜,但老先生丝毫不介意。 他与苦相伴,以苦为乐,甚至还总结出了一套白菜原理。 反正坏的先吃,好的后吃,后吃又坏了,所以白菜从头到尾吃的都是坏的。 这样的日子,周老先生过了十多年,当他从名下归来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。 可他却不得不面对连一张纸片都没有了的现实生活。 这样的人生是问几个人能承受。 可周有光从未抱怨过,从未忧郁过。 相反,他在干校的日子都是以乐观著称的。 而他自己在回首那段岁月,竟然认为那是一生当中遇到的最有趣的事情。 其次,周老先生向上的精神始终都在。 这又是普通人很难做到的事。 至少,现在上班下班,盼着退休的大有人在吧。 但是,周有光不一样,他几乎用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人生。 他在81岁开通了自己的博客,学会了用电脑来打字。 他这样比喻自己,要像蜘蛛一样再往上行走。 100岁,周老先生写出了自己的招文道集。 111岁,周老先生决定从头开始,对大家说,我111岁,就等于一岁。 一事五成,以后要少说空话。 所以,周老先生每天看报纸,学文化,甚至还学习了英文、日文,以方便自己查阅资料。 有人不解,一个在生活上已经画上句号的人,他还有心思每天看那么多报纸吗? 可现实是,周老先生一辈子也没放下过学习,天天向上便是他生存的现状。 老先生始终乐观,向上,始终不忘与生活和解。 98岁时,老先生失去了挚爱的妻子。 他很难过,但是他也很高兴,觉得自己陪妻子走到了最后。 110岁,周老先生的儿子去世,经历过年轻时送走女儿的老先生,最终还是生了一场大病。 但住院几天之后,他再次从悲伤中走了出来。 或者,在周有光老先生的长收秘诀之中,除了乐观与向上之外,还有另外一种因子,那就是幽默。 当年,周老先生曾带着儿子从苏联带回来的小望远镜去剧院看戏,这使身边一个老者问他借望远镜用用。 于是,老先生心愿答应,但后来他才知道,那个借他望远镜的人竟然是末代皇帝溥仪。 于是,他和大家笑着说,我若早知道是皇帝坐在身边,我早把望远镜供给他了。 你看,这样的一个人,内心始终保持着适度的乐观通达,始终以不间断向上的动力自我激励,还会运用幽默来调节情绪,活出一百一十二岁的高龄也就不意外了吧。 其实,在我们日常当中,每个人都是与烦恼相伴的,哪怕孩子不听话,哪怕工作不顺心,都可以成为其悲观的理由。 就如同前段时间,一位父亲因为女儿不知道八百减七百等于多少而崩溃,但如果人人都能拥有周老先生这样的精神呢,人生是不是就会换一种境界,从而活出不一样的明天呢? 但愿所有人都可以如同周老先生一样保持乐观,积极向上,笑着度过人生的每一天。 当然,此外还有两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养生方法。 多走路,经常运动是我们平时经常听到的口号,有些人把它变成了现实,身体就很健康,身体健康少生病,人的寿命自然比不运动的人长。 走路,或说是健走,被许多医学健康专家称为最好的有氧运动。 走路可以预防和改善许多健康问题,例如肥胖、失眠、癌症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补质疏松等。 走路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世界上最好的运动,不少国家的心脏协会和专家都鼎力推荐,目前已成为全球最流行的保健运动。 不论男女老少,什么时候开始这项运动都不晚,多喝水,水是维持人体健康不可或缺的物质,不仅参与人体的构成,还发挥着许多重要的生理作用。 根据研究调查表明,我们人体中水分的占缺了70%,经常喝水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的身体将毒素抛出体外,摄入足够的水分,机体才能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。 经常喝水还可以使我们的皮肤很有弹性,看着也很光彩照人。 自古以来,人们就把喝水当作养生的重要一部分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,不知道看完之后您有什么感受,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,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